11月23日 靠运气在百元以下买到鸿海市赚不到钱的 作者,A大 影片开始前,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今天台股下跌15点,成交量2821亿 指数收在17294点,外资群买超13亿 昨天外资群把期货空单拉升到6000多口 今天又降回了2000多口,台币也持续地维持在强势 一般运气好的散户就算在大事件时买到百元以下的鸿海 当空力淡化时,三大法人也是会耍把戏让散户把股票卖回去给他们 散户通常就是承担了风险,但报酬通通给别人 今天AI概念股又出现血奔日 每次回答财报开之前,AI概念股都会大涨一波 之后就会开始下跌 以AI概念股目前股价都还在净值比3倍 4倍甚至还有5倍的,绝对不能向下摊平 这种标股型的个股,只要向下摊平 统计就会让你赔到怀疑人生 有一些人进到股市中投资 他搞不清投资及投机的差别 眼中常常就仅有股价的波动 当你拿100万去开店,一年能赚10万 那你也要等一年才能赚到10万 怎么会每天在那幻想一天,三天,五天就要赚30万 50万或100万,投资骂,不要常常在那内心吸一堆 影片第一段来看一下靠运气在百元以下买到鸿海是赚不到钱的 鸿海在2021年股价在100元以下仅有一个交易日 在2022年股价在100元以下仅有12个交易日 2023年遇到查税事件,股价在100元以下仅有15个交易日 之前我说过,如果大部分的人都不害怕的事件 那股价一定就是不会下跌,当大部分的人都害怕时 你不要以为你是不怕的那一个 这一次中国查税事件对小散户及散户比较有利 因为散户资金小,就算事件真的恶化了 他们只要三秒就能全数出清 最近中国仅小罚了鸿海2万元人民币 接下来散户,小时户,中时户,大户,超级大户,外资群,法人,投资机构就不会再害怕了 他们知道利空淡化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券商就会关闭风险管控,把直接的陈述调回来 也不会再降低手上持股 他们知道小散户及散户虽然不怕查税利空 但他们害怕股价不涨及盘振 所以三大法人只要常常在那涨了跌 不然就跌了涨 大盘上涨红海不涨 大盘平盘红海下跌 大盘下跌红海大跌 这样无知小散户就会乖乖地把手上的股票通通都卖出来 影片第二段来看一下向下摊平AI概念股 仅是死路一条而已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 买到AI概念股这样的标股 你只能向上持续地卖 绝对不能向下摊平 不止损 死爆 大家可以看一下外资群在广达 伟创 光宝科 因业达中所做的事 这样的行为就是绝对正确的 这些AI概念股的营收及获利仅有增加一点点 股价上涨了一倍 两倍 三倍 股价净值比来到三倍 四倍 甚至是五倍 这种股票一定是不能向下摊平的 之前我就说过 这类的个股在向下跌时 一定会在月线 季线 半年线就出现整理及反弹 几个月前我就和大家说AI概念股会是这样的走势 能看出AI纪念股的走势 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从口罩 口罩原料 DR 面板 钢铁 航运 航空 生计 星耀 只要是没有基准点的个股 所谓的没有基准点是指 净值20元 获利已到2元 结果股价涨到100元 200元 甚至是300元 你已经无法透过净值20元 一年赚一两元去判断公司需要多久才能回本 股价在多少能买 股价已经距离净值太远了 这时就只能用技术分析来判断 也就是均线 所以我常和大家说 这类的标股在下跌时 也不会一口气跌到底的 一定就是向下跌到月线 季线 半年线 年线 然后慢慢的骗傻子进来买 时间只要一拉长 就算你是大罗神仙 你买广达 伪创 光宝科 英业达的成本都会在月线 季线 半年线 外资群和一般运气好买到标股的人不同 外资群是标股制造者 也就是在底部买了一大堆后 再开始炒作股价 然后让个股成为标股 接着在把握向下只能卖不能买的准则 过程中如果想要引诱散户进来接 是可以偶尔买几天 但就是把握卖多买少 大家去看AI概念股 一定就是和我说的一模一样 近一个月红海开财报及中国查税利空 那时我比较专注在红海中 也没有去说AI概念股 一个月后回来 AI概念股的走势丝毫不会令我感到意外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一下要怎么掉 是心态大盘大涨一大段红海部长 常常就会有新手问这种事情 进到红海投资之前 你难道都没有去摊开红海长期的技术现行吗 红海就是属于走势比较平稳的个股 我只能说 投资红海基本上都是压身家 以红海走势这么平稳的情况下 近五年都有大事件让散户崩溃 那就更不用说你买到一些投机股 标股 小型股了 所以喜欢稳健的人才会买红海 而且买进红海时 你要有正确的心态 红海本来就是一年赚资产的10% 这才是真实的获利 如果你是抱持续一天要涨10% 一个月要涨50% 一年涨一倍 两倍 那你的心态就是投机 你想要一个月赚50% 那你有心理准备一个月赔50%吗 正所谓高报酬伴随高风险 当你想要快速发大财时 你就要接受快速赔大钱 很多进来买红海的人 就是因为资产很大 买红海很稳健及安全 单纯用时间就能问赢 在红海中投资 你要保持着正确的投资观念 也就是净值加上每年的获利 这是红海最基本的基准点 也就是最差的情况 像一些大型全职机油股及AI概念股 后面股价净值比涨到两倍 三倍 四倍 甚至是五倍 这些就是市场疯狂愿意给的 这并不是价值投资时一定能有的 只要你抱着正确的态度 反正红海每个月会一直赚钱 每一年净值越来越高 赚到的钱每年7月底除息 8月底配到你的户头 当你有这样的态度后 你在红海中就没有什么能影响你的心情了 以红海这么稳健 近五年还是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件 让很多投资者吓到闪尿 原本红海股价波动10%到15% 才扩大到15%到20% 20% 就一大堆人受不了了 看一下AI概念股从7月底到现在 广达跌近三成 伪创 光宝科跌三成多 营业达跌四成多 这样你能抱得住吗 股价波动小也是有好处的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靠运气在百元以下买到红海市赚了到钱的 二 向下摊平AI概念股仅是死破一条而已 三 要怎么调试心态大盘大涨一大段红海部长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13.68亿 投信卖超台股9.36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40.65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36.32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减少3909口 期货流仓空单2439口 三大法人期货流仓为多单2546口 今天台股成交2828.36亿 下跌15.71点 跌幅0.09% 收在17294.55点 电子下跌1.32点 跌幅0.15% 收在854.96点 金融下跌2.82点 跌幅0.17% 收在1700.06点 这两天自营商又出现比较大的卖超 合计卖超59亿 自营商只要大卖 AI概念股就容易出现血奔日 外资群看样子是没有想要偏空 今天又减少了期货空单3909口 昨天我说过 外资群11月买超了2000亿 目前台币的走势也是相对的强势 外资群没有理由刚买完2000亿就直接全部卖出 就算前几天17400多点是故意拉的高档锚点 那外资群至少也会在17000点附近做一个整理 以台股的月限1676点 外资群这一波买超的成本大概是不会低于这个位阶 因为外资群是近半个月买的 所以还不买一个月 用两周线来看 大概成本就是17000点 外资群也不是来股市中做善事的 把指数拉上来后 一定是会在它的成本区间以上整理一阵子的 这样才能让散户中了锚定效应 不然目前散户的锚点是在16000点 散户一定是不敢买的 只要磨个几个月 那散户的锚也就会回到17000点左右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凯基台北 买了1486张 第二名的是花旗环球 买了987张 第三名的是美龄 买了838张 买第四名的是摩根大通 买了563张 第五名是富邦 买了507张 买第一名的台湾摩根 卖了3601张 卖第二名的是瑞银 卖了2778张 卖第三名的是凯基信义 卖了1844张 卖第四名是富邦新店 卖了605张 卖第五名的是华南永昌 卖了434张 今天永丰金中和买3202张 买3202张 当冲赚了60.7万 永丰金常常就是使出向下贯杀后 在下面挡着买 这种渐渐的会没有效 之前我说过 最近红海因为茶税风波 里面多了很多0到20张的小散户 要是放在茶税前 永丰金中和一定会每天陪到华裔人生的 现在还能让他玩个一阵子 反正一些看不起红海的散户 不小心在100元以下买到 永丰金中和这样玩一玩 他们很快就会被洗出去了 今天红海股价下跌0.5元 收在101.5元 外资群卖超2603张 投信卖超386张 自营商卖超99张 三大法人卖超3088张 大家应该有发现一件事 在中国茶税力空淡化后 外资群就故意小卖 然后让股价每天小跌0.5元 星期二大买了18105张 股价上涨1.5元 星期三及星期四才卖超3000多张 就累计下跌了1元 外资群这样玩就是很合理的 他们就是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小散户及散户自我心里面崩溃 外资群才能便宜的把股票买回来 一般小散户冒了茶税的风险 结果却会因为外资群这种买进 及卖出的小把戏而把股票 键卖出去给外资群 这就是散户的悲歌 这时会有人说 A大不是说一买一卖成交易 三大法人近两个交易日 是卖超4200多张啊 嗯 没错啊 重点是股价跌了1元回去 之后外资群如果再大买1万多张 股价涨1.5元 那是不是就是用101.5元到103元 把股票买回去 这也是为什么三大法人 遇到大事件时都会先卖出 因为他们吃准散户不够聪明 很多散户每天看到股价波动 就会开始在那边演内心戏 自然就是很容易风险自己单 报酬都给外资群 大家看一下鸿海10月20日以来的走势 从股价跌破100元时 一定就由小散户及散户进来买 所以在98元时会有很强劲的支撑 股价盘整了4天后 三大法人全力灌杀 鸿海股价带量跌破98元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跌破98元对很多中长线价值投资的股东 是一个不小心力的冲击 毕竟去年11月底时 鸿海中国郑州厂员工暴动 那时还是苹果手机的出货忘记 这种会影响到鸿海基本面及产业面的利空消息 股价也才跌到98元就只跌了 而且中长线价值投资的股东会认为 2021年5月本地疫情大爆发 股价96.5元是另一个强力支撑位置 结果在10月30日时 不但跌破了98元郑州厂暴动底部 也顺便跌破本土疫情底部的96.5元 股价盘中跌到94元 最终收在94元 这时一定就会有人觉得中国茶税是不是会很严重 接下来10个交易日中 本来底部的98元变成了压力 在下面整理了10个交易日 如果你没有一点信念的话 也许你在跌下来时买到98元 也有可能买到94.5元 但你就是会在94.5元到97元多卖掉 当鸿海股价涨上98元后 98元又成了强力的底部 但记得一件事 鸿海在100元时就很有撑 因为鸿海100元很难跌破 下面又有98元的底 再下跌又有96.5元的底 这一次茶税事件让这三个重大支撑都跌破 大家就知道有多少人害怕中国茶税这件事 一些券商还故意雨天收散 把直接的陈数从6成降到4成 这也造成了一些人压力太大卖出 不过这种会雨天收散的券商 只要搞不死我 未来死的就是你 现在中国工不仅侵罚了鸿海2万人民币 鸿海股价又回到100元以上 现在就是要处理掉雨天收散的券商 如果这个券商觉得自己很大 觉得不在乎 我会让你知道散户的力量的 当你掉回来时 我想也不会再有人对你有信任 鸿海这种连续35年获利 35年配息 近20年获利平均有10% 净值在107.13元 结果竟然在股价100元以下 启动风险控管给雨天收散 我是不懂这券商的高层是怎么想的 既然你们怕风险 那就把钱通通都还给你 不给你赚利息 这样你就没有风险了 回到正题 最近鸿海股价在102元上下整理 这就是为了把在100元以下买到的散户洗出去 严格来说是目前查税力空淡化了 三大法人也知道没有风险了 所以就在那耍把戏的要在102元附近把股票买回去 故意在那涨了跌 然后再跌了涨 他知道里面有很多无知小散户及散户 他们比较愚蠢一点 只要三大法人透过买来卖去 很容易就能在102元附近把股票回收 只要三大法人在105.5元以内把卖出的股票都买回来 那等于就是风险给散户单 他们就享受报酬率 伪创的股价最高161元 那时大盘只数17145点 接下来伪创跌到89.4元 大盘跌到1601点 接着大盘开始反弹回17294点 伪创仅反弹到95.1元 三大法人很常在标股这样玩 这样就是要折磨里面的无知小散户及散户 因为大盘下跌 伪创跟着下跌 结果大盘上涨 伪创只有小涨一点 现在大盘指数比7月底还要高 伪创的股价却仅剩95.1元 一般的散户会想 如果大盘又从17294点跌到16000点时 那伪创是不是又要再跌三成或四成 这就是类似心理战 很多散户会觉得 如果大盘下跌 伪创跟着跌 那大盘上涨 伪创就要跟着涨 既然没有的话 指数反弹到17294点时 一些散户就会先跑 他们怕大盘再下跌到16000点 伪创会从95.1元跌到60元 我说过 伪创的净值才36.63元 今年前三季才赚2.9元 这样的公司股价再往下跌都是正常的 投资人买到这种股票 一定是不能硬拼 死报或不服输的 之前三大法人买了一堆 但后面都卖光了 剩下一堆散户 股价当然就是会越来越低 一般的散户就是喜欢自作聪明 动不动就先卖一趟 然后想要低阶 不然就是低一点 再低一点 只要股票不在三大法人手上 自然就不会有人在那拉台货户盘 看一下从去年8月到今年11月 外资群合计还买超了9.1万张伪创 这些股票大部分成本都在30元以下 这还不包含今年得到的股息 外资群在30到50元买到的40万张 全部都在60到161元卖光了 这时会有人说 投信还买超12.93万张啊 这些投信就是高股息ETF及ETF 以目前伪创的股息 一定是不符合高股息的 这些高股息ETF把伪创 踢出去投资组合 这就仅是时间问题 在今年初时 三大法人很统一的大买 这时股票一定都是落在三大法人手上 下半年外资群 投信 自营商都有偷跑的现象 合计卖超34.2万张 这些股票一定就是落在散户手上的 成本在半年限的103.66元 对散户来说 伪创股价最高161元 他们平均的买 合计买了半年 成本在103.66元 一副就是好聪明的样子 股价下跌了57.34元 跌幅35.61% 但在懂价值投资时要素的我们眼中 目前的伪创还是在疯狂价 股价净值比还有2.59倍 外资群 主力 法人想要整散户 还是非常简单的 之前屁孩TT一直有人说 伪创100元是钢底 我只能说 真的是好傻好天真 红海在发生这么大的事件 股价才跌到100元以下15个交易日 伪创吃饱没事干就能跌到100元以下 想也知道伪创和红海之影间的差距 三大法人 主力 短线客 投机客 当冲客会比较喜欢在伪创中操作 因为伪创距离基准点还差很远 股价只要一波动 里面的无知散户 小散户就会下到六神无助 杀进杀出 看一下伪创的股价走势 从161元一路走低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了 主力会在接下来的月线 季线 半年线反弹 这样就能骗更多的散户进去接盘 时间几个月过去了 是不是如我说的一模一样呢 我当初说过买到这种标股 你绝对不能再下跌时向下摊平 也就是涨上去时你就是分批的卖 从161元向下跌 不论跌到多少 你都不要再进去 这样你就能永保安康了 如果你听不进去 现在你的成本100%就是在月线95.89元 基线100.92元 半年线103.66元 接下来在几个月后 你一定就是能看到年线 这一点你绝对不需要怀疑的 现在年线是69.82元 跌到这价位时 股价净值比约有两倍左右 以大盘净值比的逻辑来看 1.5倍是理性时低点 2倍是理性时高点 2.5倍是疯狂价 2.5倍以上的话 就是给傻子买的 伪创股价要跌回净值的36.63元的话 这也是我不乐见的 毕竟代工厂的股价净值比长期被低估 一家能一直赚钱的公司 股价净值比本来就不该是一倍 之前伪创的股价净值比一直在一倍以下 那时很多散户存股 这样的行为就是正确的 现在如果你在伪创中存股 那就是阿呆 没有人能在疯狂价时存股还能赚钱的 不要看当初伪创股价161元 现在跌到95.1元就觉得好便宜 现在的伪创还在疯狂价 其实伪创 广达 光宝科 英业达等AI概念股 走势都差不多 市场当初在炒AI概念股时 就是全部的个股一起炒 说得一副营收及获利会大爆发式的 结果最终就仅小赚了几毛 光宝科在7月底时股价最高炒到174.5元 现在股价106.5元 下跌了68元 跌幅38.96% 和伪创跌35.61%差不多 英业达则是最高73.5元 现在股价42.1元 下跌31.4元 跌幅42.72% 会这样的道理很好动 英业达去年前三季赚1.32元 今年前三季赚1.16元 赚得还比去年前三季少 自然再下跌就会比较重 按照这逻辑的话 广达股价最高282元 现在股价203.5元 下跌了78.5元 跌幅27.83% 广达今年前三季获利7.63元 去年前三季赚5.18元 所以广达修正的比较少 这就是市场判断这些股价的原理 他们在把股价炒高后 就以高点当一个锚点 向下跌时就是以财报表现好 或不好去决定下跌的幅度 伪创及光宝科都是小幅的增加 所以修正幅度比广达多 比音业达少 之前我说过 当个股师去基准点后 他们能用的准则就剩技术分析的统计 从某一个点开始算 再透过基本面的好或不好去微调 参与的人会中锚定效应的原理 也是很简单 这些人买进的成本就是在这附近 所以他们的基准点就是在那附近 看一下鸿海7月底时股价108元 今天股价收在101.5元 下跌了7元 跌幅6.45% 其中有5.5元是除息扣掉的 把前一个月除息行情上涨的6.5元扣除 其实鸿海股价一样是没啥上涨或下跌 最近因为中国茶税风波 鸿海的股价还没有完全的回过神 这就是鸿海及其他AI概念股的差别 鸿海股价一直在价值区之间整理 鸿海的股价要涨回到108元 这完全不会有什么难度的 外资群哪天大买个4万张 股价就回到108元了 这就是有价值公司和炒作公司的区别 鸿海股价除非遇到大事件 不然不容易跌破100元 目前净值107.13元 鸿海一年能赚10元 平均一个月能赚0.83元 这些获利是真金白银 三大法人不论怎么透过筹码面买卖 这都影响不了鸿海的价值 鸿海这样的股票 你就是能向下摊平 能死报 能不止损 有价值的公司 你持有越久 你赚得越多 外资群因为茶税卖出的股票 现在还没有完全买回来 股价就涨回到101.5元了 外资群不要说买回十几万张了 买回个4到5万张 股价就能回到茶税前的105.5元 所以如果要做中长线价值投资时 选到有价值的公司是很重要的 网友Maxin分享 请问我要怎么吊识心态 大盘涨了这么一大段 虽然我很看好鸿海 但我这波上涨都没有吃到 鸿海还在0.5到1元的上涨 感谢A大 网友Shay Longshian回答 先多看文章吧 你怎么不说世界上一堆富豪榜 但这次的榜单上都没有你 然后你很难过 网友Jerry回答 一 赚自己认知范围内的财富 二 扩大自己的能力圈 能力圈越大 越有机会在股市存活赚到钱 我跟着A大投资 从红旗一路到鸿海 每年都赚钱 已经摆脱新手 实际凭感觉乱买乱卖赔钱的行为 从A大的影片及文章中 了解到原来股市有一套运作的逻辑 也了解股市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 及股市的坑杀行为 学到了很多知识 提高了认知及能力圈 赚自己应得合理的报酬 所以A大是我股市的启蒙老师 以前网路资讯不发达 也没人可叫 自己买书看 自己研究 都无法参透股市的运作逻辑及坑杀手法 现在网路上一堆YouTuber 没人会教你股市的运作逻辑 及判断股价基准点观念 只有A大文章及影片 我才能有共鸣 也对我有帮助 长线投资者要的就是稳赢的报酬 A大已经帮我们想好稳赢的策略了 低档买进有价值的公司 先每年稳定领取合理的股息报酬 多年后 股价被市场先生提高到疯狂价 再来赚取价差 有稳赢的投资策略 难道还不跟吗 网友Huber分享 已经一段时间没留言了 主要是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 居然得了癌症第三期 才40岁而已就遇到这种状况 这件事已经发生快两个月了 到现在都无法接受 想想自己有多少亲人多少朋友 真正有再往来的也没几个 现在这个社会能够交心的人真的不多 很幸运能够知道A大这个频道 也很高兴可以认识群众的同好 大家一起加油吧 虽然这次跌到94元 已经没有资金可以跟进了 但是心态已经没有像以前 还没听A大影片前那么恐慌了 只是觉得很可惜没跟到 简单的一句话 一买一卖成交易 这个过程完全体现出来 也学习到什么教育天收散 听A大影片只要有充分的耐心 慢慢观察就会发现A大所说的 一一在实现 感谢A大 伦大 网友招会说 股价大起大落 容易被割韭菜 还是像A大所说 红海慢慢涨就好 除了近代股例外 还可将甜美价值拉长 三五年后 自然涨到红海三百 A大回答 当你在买进红海前 难道你都没有摊开红海 及大盘的长期月线技术现行吗 2022年台股最高 从18669点跌到12629点 红海股价从年初的104元跌到103.5元 这还不包括红海除息的5.2元 不然应该是上涨4.7元 如果你买进红海前 有稍微的摊开长期技术现行 那你自然就不会在那内心吸一堆 红海本来就是大盘涨它的 红海自己走自己的 这一次红海股价跌破100元 那是因为中国传出茶税事件 一些垃圾农场短视频 在那造谣罚几千亿台币 一些新闻 媒体 网友 屁孩也不求证的在那跟着报道或分享 最终就让很多稳健的投资人 觉得心里毛毛的 就算不卖 再买的时候也是会稍微的谨慎一些 最近茶税出来时值得罚款 就是罚了2万元人民币 之前小散户及散户不怕这种茶税风险 跌破100元就一直买 当利空淡化时 外资群 法人 主力 中石户 大户 超级大户想要买回来 就会透过耍剑招让散户自我心里面崩溃 一些的小散户及散户不怕这种茶税的事件 但就是害怕大盘上涨 红海不涨 大盘平盘 红海下跌 大盘下跌 红海大跌 外资群及三大法人在红海中已经玩了几年了 这种招式对红海中的股东都没有什么用 大概就是对你这样的新手有用 很多散户不懂什么是真正的风险 什么时候该害怕 当中国茶富士康部分子公司税时 这就叫风险 大部分的散户会去冒风险 该风险淡化后 会死在三大法人在那演戏的上涨或下跌 不论三大法人怎么让红海上涨或下跌 对投资人来说 一点实质风险都没有 单纯就是三大法人在那送钱给政府及券商 一般的散户傻乎乎的不懂什么是风险 什么是建招 所以总是在股市中赔钱 是想一件简单的事 如果你投资时 真正有风险时都你来单 报酬都别人来拿 那你在股市中会赔钱 那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如果茶税时你撑过来了 代表你负担了风险 那接下来三大法人怎么演戏 让红海股价上涨或下跌 你都不需要理他们 股价波动是没有任何的实质风险的 三大法人透过股价的波动 单纯就是想要让散户把股票 键卖回给他们罢了 文章出自A大个人 股市研究观察记录 红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红海啥巴 红海啥巴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中理人肉请来 红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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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加油